美国白宫7号发布声明称 美国总统拜登登天宇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电话 答应为应对加拿大历史性和极具破坏性的山火灾情 提供额外的帮助 白宫声明显示 拜登在与特鲁多的通话中表示 已经指示美国政府动用所有可用的联邦消防资产 以迅速协助扑灭影响美家两国的山火 两位领导人还谈及预防山火等方面的合作 以减少此类灾害对两国社区的影响 拜登7号发推文称 此前已派遣超过600名消防员 帮助加拿大应对山火 美国白宫召开记者会指出 加拿大山火已经影响了数百万美国人 总统拜登在上周就开始听取 关于加拿大山火的简报并提供援助 此外白宫与受到山火影响的密歇根州 伊利诺伊州 纽约州等地保持密切联系 随时准备好提供信息与援助 同一天 加拿大政府也召开记者会表示 全国正经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 在受火灾影响的地区里 当地政府正在组织居民撤离 目前没有人员死亡报告 加拿大魁北克和新斯科社等 中东部省受山火影响尤为严重 不少道路封闭 电线等基础设施受损 导致部分地区通讯中断 当地政府表示 有关部门正不分昼夜 全力抢修和重建受损基础设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